三名外籍人士和一名本地人 5月2号傍晚在沙巴古达海域 连人带快艇失踪超过一个星期后 今天竟然传来四人全都获救的好消息 大马海市执法局总监拿督阿莫普兹 今天证实 这四人也就是一对西班牙情侣 一名香港人林伟贤和一名本地女子 已经被越南渔夫给救起 四人全部安然无恙 目前身在越南 阿莫普兹表示 当局正在和越南当局协调 以尽快安排四人回到大马 这四人自5月2号失踪之后 当局连日来都在古达海域搜寻他们的行踪 当地渔夫才在8号找到失踪快艇的引擎 证实快艇已经沉没 原本以为四人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没想到他们幸运的获救 终于让连日来心力交瘁的家属 可以重展校园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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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